哈喽大家我是李杰 我必须要跟你们承认一下 最近呢 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低潮 最挫折的一个阶段 原因呢 是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 搞得我现在整个人生 有一点状况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已经处理了一段时间了 虽然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但在这些时间里面 已经足够让我学习到一些经验 可以很有效的去处理挫折 低潮或者一些突发状况的方式 那所以我就想说 那不然我现在整个感受啊 想法都还很鲜明的时候 不如就拍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些方法呢 其实有些是我自己 我做错了 然后我反思讨教之后才觉得 我当初应该要这样做 才会更好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给自己的情绪设时间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当我们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情绪的 一定都是负面的情绪 譬如说很想哭啊 很想生气等等之类的 但我们要越早脱离 这样的负面情绪是越好的 如果你无止境的让这种负面情绪 带着你继续沉沦的话呢 你的头脑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你就没有办法为你的下一步做 更好的判断或更好的处理 所以呢必须要给自己的负面情绪 设一个时间 我觉得越快越好会比较好 譬如说可能限制自己 只能大哭三天或大哭一个礼拜 可能还是要取决那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啦 但尽量不要让这个时间无限的拖长 因为负面的情绪呢会无限的在创造更多的负面情绪 最后就会变得像是一个黑洞一样把你拉到一个更糟糕更难过的地方 但当然啦我们就是人类我们就是一个情绪动物嘛 不可能我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说啊我可以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心境上一定会完全不一样的 但只不过是把这个情绪可能小心的时候在心里某一个地方 不要让这个情绪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这样对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二次伤害而已 第二点找到对的人 当我们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不知所措 然后很希望寻求协助的 这时候我们就会从身边的亲朋好友下手 但我觉得这边要三思一下 如果刚好你的亲朋好友是真的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或经验的话 那很恭喜你刚刚好 不过如果刚好他们没有这些经验或专业知识等等的话 这时候呢他们可能能够给你的就是陪你一起骂啊 或者是给你安慰 我觉得这还好就是可以给你精神上一点鼓励 但如果说刚好他们比较不会安慰人的话呢 这时候我们就会二次伤害 再不然就是他们他们很想给你建议 结果他给的建议是完全不对的方向 但我们又照着他去做了 啊这个就会真的比较麻烦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呢 尽量把我们的自尊心或者家丑不可外扬这个心态呢 放下来然后去寻求专业人士专业机构的协助 或者是我们找时间去搜寻资料 把这件事情更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 对我们的状况会更有帮助 那当然啦其实我们人遇到挫折的时候 一定会想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诉诉苦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情绪抒发 但我发现呢把这件事情摆在后面一点点来做 会对整件事情更有帮助 因为当我们可能先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啊 去查找正确的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诶这件事情从不可控变成可控了 那这样我们心里那种想要怨天怨地的那种心 会慢慢减少 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可以掌握 可以处理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恨 那么多焦虑或负面能量了 所以我会觉得 把诉苦这件事情可能摆到后面一点点再去做 而且我自己有觉察到我自己的一个心态 就是有些时候我想要去诉苦 其实是其实有一点像是那种逃避的衍生反应 嗯就是我有一点想要逃避这个眼前这么大的困难 所以我就跑去跟人家诉诉苦去讲 然后这样我就不需要面对我眼前的这个苦难了 所以我自己有觉察到这件事情 第三点努力不发火 当我们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 我们其实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 或者是机构的协助的时候 这时候不论我们有没有花钱 我们都有可能发生对方无法给我们 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暖心协助 那类似的事件我真的有遇到蛮多 然后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算是我遇到算是比较小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是没有涉及到太多个人隐私的 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很紧急的去某某机构去写文件 然后那时候已经临近快要下班了 所以我很紧张的冲过去柜台 然后柜台小姐就给我两张文件 叫我填写并且签名 然后我就在他面前当场填写 签名完之后交给他 他就退还给我 他说我觉得你这两张签名长得不一样 当下我想说你什么意思 但这边我要先讲一下 可能那一天呢其实说真的啦 因为那天我真的很紧张 而且我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所以呢我紧张到真的手有一点抖 所以确实我那天签文件写文件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写得很漂亮写得很好 所以柜台小姐才会说 为什么你这两张签名不一样 但当下呢他这个无意的举动 就完全折扰了 我想说你什么意思 你已经快要下班了 然后你现在要在刁难我的文件 是不是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当下真的超级愤怒的 我当下愤怒到 我就一直跟自己讲说 你要冷静你要冷静你要冷静 可是我觉得完全没有用 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画面 创造说我把这整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未来很祥和很美好的画面 我就用这个画面呢 来压制我当下非常想要暴怒的心理 那其实我会把这整件事情 当做一个时间轴 我想要处理的目标就在远方 我不能够让这个时间轴断裂 让这些节外生殖的事情 影响我达到未来的目标 所以呢 我就会努力创造一个 很祥和很美好的画面 去压抑我遇到任何很想要发火的世界 那说真的啦 其实当我们在一个比较 情绪低潮或低落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们内心的情感是很敏感的 就很容易会被点燃或者被触发 但我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 我觉得那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小事 还好我当时没有大发飙 要不然我就真的因小失大了 所以呢 努力不发火 在我们处于弱势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能够帮助我们的一点 我想要多补充一句 当对方如果是真的很恶意的时候 我们也不可以放纵忍气吞声 应该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第四点 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们事情处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只有等待而已 但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度日如眠 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一样这么漫长 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 那你就去做一些你开心的事情啊 减少你的焦虑 但我觉得这时候要再多定义一下 何谓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做 自己会开心 但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情 例如说我狂吃炸鸡我会很开心 但这件事情呢 对我没有很大的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做 真的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就算很小很小的事情 也可以去做 譬如说早睡早起啊 多喝水多吃蔬菜 其实这些都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挫折 然后就导致我们去做一些 很纯粹开心的事情 譬如说狂吃炸鸡 狂吃甜的 或者狂喝酒这样 这样子其实 我们会被一件挫折搞的其他事情 其他的人生目标都脱轨了 我觉得 我其实就觉得这样会还蛮可惜的 我们挫折只有一件 但是却蔓延扩散到其他的人生项目上面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尽量去找一些 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就算我们在低潮期的时候 时间被压缩的很少 但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去做一些 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当我们在做 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心里其实有一种潜意识是爱自己的表现 那这爱自己就会慢慢衍生出鼓励自己 支持自己的一种力量 所以等待的过程之后 尽量去做一点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第五点勇敢去思考最坏的结果 这一点是我非常需要学习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自责的人 如果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都是我的错 我一定是中途有什么地方没做好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结果不如预期 但是我现在就告诉自己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呢 并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达到的 我还是要去勇敢去思考 有可能的最坏结果 我不能够一直给自己一些可能 不切实际过于正向的想法 那这样其实当我在真正面临到结果的时候 我反而会更不知所措 勇于去思考最坏的结果 并且去思考如果真的最坏结果发生之后呢 我应该要怎么样应对 怎么样去处理 看清事实 看清现实 比给自己不切实际的正面幻想 来得更重要 那以上这几点呢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穿插 或者是混合在一起使用的 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更多的是我希望可以给你们有一点陪伴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我需要陪伴 就是人生路上呢 并不是永远都是一帆风顺 我们就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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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